你 家宝 你刚刚叫我什么 娘 娘 这次罗大夫说 我得了这种病 有可能会死掉 是你不怕被我传染 愿意陪着我 照顾我 你愿意当我的娘吗 我愿意当你的娘 娘 你不怕 中国人对喝茶是十分讲究的 除了讲究水以外 对于火候也很讲究 尤其讲究的是泡茶的茶具 将来有机会我慢慢的教你 来 试试这个 这边的香味跟刚才完全不同 好像 是茉莉的香味 来 试试口 试试这一杯 这一杯一闻就知道 因为它的香味很香 如果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玫瑰花香 如果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玫瑰花香 你的味觉很灵敏 可是 后面我品的这三杯 应该都是花茶 我们茶园不是不制花茶吗 是 花茶 从西方国家传过来 现代的人呢 喜欢尝试新鲜 追求时髦 本来我也不愿意做花茶 可是你知道 最近在咱们茶庄的附近 开了两个新的茶庄 他们买花茶 而且生意不错 被咱们造成一定的影响 我听说了 他们还派了很多人 四处去拉我们生意 前几天呢 我曾经派人到他们茶庄 也买了茶 我一喝 才发现 他们为了降低成本 竟然用劣质的茶烂于葱树 提高了香气 但顾客呢 一看香气浓郁 价格又低廉 就分不懂好坏的人 他就买了 我们赵家在明月镇呢 也算数一数二的制茶大家了 常年光顾我们茶庄的人也不少 我实在不忍心看我们的老顾客 喝下肚子茶是劣质的茶 所以我就吩咐茶员 用好一点的茶下去 培制花茶 然后用跟他们同样的价格来出售 我相信时间久了 大家会能够分辨出好坏 不是 爹 这么做我们不是亏本吗 其实并没有亏 只是没有赚 没错 生意是要做 但一定要对得起良心 这些年啊 我们赵家靠卖茶赚了不少钱 这么做 也算是回报相亲对我们的照顾 没什么不可以 爹 如果所有做生意的人 都像您这样就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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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卉 你肯回到茶园来帮忙 我真的很开心 你对制茶那么有研究 现在茶庄正在研制新的花茶 由你作证茶园 我就可以多花点时间去拜访老客户了 对了 我听说有一帮日本客商 跑到明月镇来勘察茶叶市场 难不成这帮日本人 也对咱们江南茶叶市场有兴趣 清卉 你的消息还是慢了一点 怎么说 那些日本茶商 早就准备大规模收购各大茶庄 他们还直接向茶农购买茶叶 希望取得较低的价格 企图垄断整个江南茶叶市场 如果其他的茶庄被收购的话 这帮日本人 势必会占据大半的市场 那对我们宣和茶庄的话 也会构成威胁的 别人怎么做我无权过问 我只能够留意他们的动静 现在日本人虎视眈眈我们宣和 其他的茶庄 又拼命地压低价钱和我们竞争 清卉 在制茶方面 你正要多花点心思 好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二哥 你放心 我会尽力帮你的 你知道吗 宣和在江南 算是数一数二的大茶庄 有很多人是冲着我们来的 面对这么多的压力 我真的觉得很头疼 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一定能把事情解决掉 来 只要有清卉在 清卉就一定会尽力帮你 好 我就等你这句话 好 是 二十奶奶 春兰 你们家有人来看你了 家里有人看我 好 爹 雨琪啊 有什么事 你怎么到这边来找我 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没事 没事 只是你娘又病重了 我娘又病重了 找大夫看过了吗 看看 看看 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她忧虑成疾 雨琪啊 你嫁过来以后有空啊 回家看看 你娘挺想你的 你爹也挺想你的 我过两天就回去看你们 雨琪啊 你嫁到赵家也算是大户人家了 大家对你都挺大方了吧 那你手头上一定挺富裕的 一定有不少私房钱 你看 你爹手头挺紧的 你看能不能 爹 赵家下了那么多聘礼 您这么快全花光了 那点聘礼哪够用啊 那够我赌几把 够我抽几口的呀 我可不管了 你要不给钱 我就不走 爹 我现在身上没有那么多钱 要不然我回去给你想想办法 你先回去吧 不不不不 你要不给钱 我绝对不走 爹 就这么点啊 其他的我再想办法 那好吧 那我回去了啊 不过你记住啊 过两天 多带点钱回来 多带点钱回来 我想回娘家看一看 刚刚我爹来说 我娘生病了 我想回家看看她老人家 新甲公来过 嗯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我好泡两壶上学的好菜 跟她聊聊 不用了爹 我爹是担心 我娘一个人在家 所以就赶紧回去了 哦 这样 你嫁过来也有些日子了 只该回去走动走动 看一看 再会儿我叫老吴 准备点东西你带回去 晚一点 我跟天宇说一下 要来把茶园的事交代一下 陪你回去 顺便探望一下岳父岳母 不用了 不用了爹 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 我听他们说 天宇最近忙着茶园跟茶庄的事 已经够烦了 还有 他跟庆辉还要一块儿研制新茶 不要打扰他们了 那好吧 你自己小心啊 带我问候一下亲家公亲家母 啊 谢谢爹 我下去了 好 娘 听爹说 您最近身体不太好 女儿不在您身边 您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知道吗 不然的话 我怎么能安心在赵家过日子呢 你放心吧 我没事的 你呢 在赵家过得怎么样 赵家人对你怎么样 好吗 放心吧娘 我在赵家过得很好 他们都很照顾我 特别是公公 今天这些东西 都是他让管家送过来的 并且还提前派人送过来 我觉得 我在赵家 生活得很幸福 这儿我就放心了 赵家二少爷对你好吗 他对我很好 而且我们在一起 相敬如宾 我做任何事情 他都不会干涉我 我真的觉得我很幸福 开心就好 嗯 玉琪啊 嗯 赵家的人 发现你是段长了吗 不知道 唉 虽说这是迷信 可还是不要让人家知道的好啊 可是这种事情 总不能瞒一辈子吧 他们早晚会发现你 发现了怎么办 这万一赵家不要你了呢 唉 万一他们不要我了 如果他们想把我赶出赵家 那我也只能离开 玉琪啊 好了娘 您别说我了 最近你爹怎么样 他有没有再去毒 唉 对了娘 娘 这些钱您收好了 千万不要再给爹发现了 正是给您看病的钱 您要是觉得哪儿不舒服的话 就请隔壁的刘友审帮忙 帮您请个大夫 知道吗 好 我知道 好 姐姐 姐姐 爹回来了 娘 爹回来了 嗯 嗯 妈 鞋 好闺女 又给爹带酒家回来了 快把钱给我 给我 爹 你怎么又喝那么多酒啊 我今天给你的戒指呢 我不是让你把戒指当了 给娘请大夫吗 大夫呢 别说了别说了 那戒指没进门就输掉了 好了不说啊 快把钱给我 我没带钱回来 没有 没有 那你回来干什么 就这点不值钱的东西 那赵家怎么好意思让你带回来 这话要是传出去 你这赵家二少奶奶以后怎么做人呢 我们要是传出去 小姐 小姐 告诉爹 姐姐有没有带钱回来 说嘛 爹喜欢你 快说 我答应过姐姐 我不说他 我不说 不说 那就是有了 好 我自己找 走开 这是什么 爷 这钱是给您看病的 您不能拿走 给你娘看病的 这是你爹的救命钱 我要把这钱还赌债 如果不还债 我怎么过 你娘还能撑几天 可你爹明天都撑不过去 爹 爹 娘 我爹这个样子 你让我怎么放心 把你们两个留在家里 我没什么 娘听得住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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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下午 去哪儿了 我娘生病了 我回去看看她老人家 走的时候 我跟爹请事过才回去的 是吗 娘 雨 vậy 有些事情 娘必须跟你说清楚 娘 您说吧 既然你嫁到了赵家 那就是我们赵家的人 听说你的父亲 好赌成性 而且还抽大烟 我们赵家就是有金山银山 也经不起他这样挥霍 我希望 你今后少跟娘家人来往 听见了吗 我知道了 娘 这茶 香气浓郁 口感甘甜 是我们茶园研制的 没错 这个是天宇和庆辉前一任的 两个商量研究之后 制作出来的新茶 这茶里的配方有 茉莉 桂花 柑橘 紫苏 等等几十味的花果药草 掺在一起 蒸馏之后 滤出它的精华 把它封存在瓷瓶子里 等要喝的时候 开水一冲就行了 他们试过好多种的配方 就这一次的味道最好 原来呀 不止喝起来特别 这做法就更特别了 这两个孩子说 现在市面上卖的花茶都差不多 客人的反应是没什么新意 也就没什么客源了 新一代的青年男女 他是心思想 心作福 就连吃的用的 他都追求时髦新茶 虽说咱们这茶制作成本高 但市面上极为稀有 不容易买得到 咱们只要好好地包装一下 找报馆的人登个报 大肆地宣传 我肯定会引起他们注意 说必要不了多久 他就像洋人的香水洋酒一样 大受亲爱 毕竟这物以稀为贵呀 这两个孩子就是鬼族一多 天宇流过洋 学商业 庆辉呢 在北京待过剑石广 这两人一联手啊 真不敢想象 他们会搞出些什么东西来 我既然把茶园跟茶庄交给他们打理了 那我就要信任他们 不管他们弄出什么东西来 我都支持他们 再说他们这主意也不错呀 只要这个新茶上市之后 能够得到市场的接受 我就准备把茶园交给他们掌管 咱们两口子可以好好想想清福了 但愿如此 对了 老爷 这茶取了名了吗 叫天玉露 天玉露 为什么取这样的名字 庆辉说了 这上一回天玉和玉琪结婚的时候 他没来得及赶回来送他俩一份大礼 所以就把辛辛苦苦研制的新茶的名字 就选择了天玉的天字和玉琪的玉子 天玉这俩字 他希望这天玉露在市场上卖得好 就当成送他俩的一份大礼 原来是这样啊 庆辉那孩子 这脑袋里一天到晚竟是鬼主意 总是让人抓不到路数 出人意表 听天玉说 自从他到茶园和茶庄帮忙后 这生意呀比以前好多了 他做生意脑子是很灵光 可是其他方面还不行呢 你是指感情上的事 是啊 慧玲 庆辉这孩子跟天玉不同 这种事你还操什么心呢 这要是这样就好了 慧玲 再等等他 不着急 也许过不了多久啊 庆辉就能给你报个好消息来 来来来 姑爷 回来了小姐 快把这些东西搬走啊 快快快快快 搬走 搬走 小心点啊 这些东西贵着你的 小心点啊 老婆 来来来 慢点 老婆 一看我们回到你娘家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你现在这个肚子也不小了 你怎么还是天天出去买东西 你就不怕我们的儿子受不了吗 懂什么 我这是告诉我们儿子 不能像他爹一样没出息 整天就知道窝在家里 要多出去走东走东才好 姑爷小姐 有个从江南明月镇来的女人 叫吴婶 她说特地替一个叫秋菊的女子 带来重劲的女子 小姐 姑爷 是秋菊叫你来的 大少爷 大少奶奶好 老婆 来 坐 我是秋菊的伯母 刚好这次到青岛来探亲 那丫头叫我带口信 什么口信 那丫头传话说 家宝少爷现已痊愈 照家有心 把家业给带来 二少爷掌管 请你们二位 互必早点回去 免得到时候情况 就说不清楚了 还有其他的吗 没有了 就这几句 我一个字都不敢露 夏二位禀报 她说了 只要这么说 大少奶奶就能懂 知道了 天微 这个 麻烦你辛苦了这么一趟 哪儿哪儿 大少爷 大少奶奶 以后有什么事 就说一声 好 谢谢了 谢谢了 那去吧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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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说回说 咱不生气好吗 别气坏了肚子里的孩子 是不是啊 我知道 我这个弟妹啊 她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老婆 你说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那那怎么办啊 只能先回去 看看秦桧再说了 我妈 先去禀报我爹娘吧 赶快收拾一下行李 后天我们就走吧 怎么了 你有什么心事啊 最近发生那么多事 我的心情怎么好得起来呢 那么多老茶工 一下子被那个叫 松原的日本人 用高兴挖走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对了 我要你帮我查 那个叫松原的日本人 查得怎么样 我派人 私底下查了很长时间 那个叫松原的日本人 只知道他在日本 有专门从事茶叶的生意 不见对我们中国的视察 野心勃勃 我们附近的大晟 如意沾红几家老茶庄 全被那个叫松原的日本人 给收购过去了 我想接下来 应该轮到我们宣和茶庄了吧 他别痴心妄想 我们宣和是绝对不会卖的 我倒要看看 他有什么通天本领 我还听说 松原请了一个 对茶叶颇有研究的中国人 替他办事 那几家老茶庄 就是那个中国人 派人想办法给收购去的 这人看似不简单 做生意的手段 应该不输于你我 只是他一直不肯露面 非常地神秘 想查起他的话 应该很困难 我现在最担心的 是我们一下子 少了那么多茶工 茶园还忙得过来吗 这件事情我没敢告诉爹 我怕他担心 我同意 老爷他既然相信我们 将生意交给我们去打理 遇到困难的话 我们就应该想办法 自己撑过去 要真是人手不足的话 大不了我们下去 自己干 反正天狱路已经研制成功 就等着上市了 或许 我们可以靠这个产品 搬回市场的一程 人就是这样 为了钱 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网顾人情义理 靖辉 你得尽快查出 那个帮松原的中国人 他才是我们的头号敌人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我们要和对方作战 也得摸清了 对方的底细才行 我知道了 我会想办法去查的 松原社长 您在中国 收购了这么多的茶庄 以后生意越做越大 你可不要忘了我琳琳 我怎么会忘了你呢 我要到哪里感谢你 要不是你 我的计划 怎么能那么容易地 顺理进行呢 我要感谢你 引荐了黎萨 和我认识 松原社长 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你 黎萨的功劳最大 去 把这杯酒 替我敬黎萨喝 是 黎萨 这杯是我敬你的 恭喜你 谢谢 我给你 松原社长 这次黎萨 帮你这么大的忙 你除了请她喝杯酒外 难道 就没有其他的答谢吗 好 好 那怎么会呢 我松原 向来是有仇必报 有恩必谢的人 为了感谢 黎萨卖力地为公司做事 我过几天 决定让她担任 我们华南地区办事处的经理 社长 您真不够意思 您不是说过 要让黎萨担任 日本商社 中国分社的社长吗 怎么 只是个经理呢 莉莉啊 我要管理那么大一个商社 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是在代人方面 虽然这次黎萨 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如果马上就让她担任 中国分社的社长 和手下的人 可是不会同意的 黎萨 黎萨 我知道那么多的老茶庄 目前只有萱和一家 还没有被收购 听说这件茶庄 在江南一带占有很大的市场 黎萨 你要替我拿下宣河 我绝对马上聘请你当 中国分社的社长 松原先生 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社长 公司派人来通知 有点急事 请您马上回去 大家等您的指令 知道了 是 我要回去了 您现在就要走了 上社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要是金安 我还会来看你的 那好吧 我送送您 不用了 你留下 就好好招待丽萨 丽萨 好好干 大胆放手地去做 钱不成问题 有什么需要 我说 我一定会全力地支持你 谢谢松原先生 别喝了 我 我 李天赐怎么会变成这样 对人卑躬屈膝的 那你不要再干了 我们离开这儿吧 不行 我一定要达到我的目的 我说 我还要帮他做事 他就把你踢开了 我还要帮他做事 多何人都会走 我便宜了 我便宜了 你以为我很喜欢屈服在他的手底下做事 看他的脸色过日子吗 你以为 我都不在乎别人会怎么说我吗 在我对赵家复仇的那一刻开始的时候 我就告诉过我自己 无论你将来面对多大的耻辱 你都必须忍受 因为赵天宇给我的耻辱 比松原给我的耻辱大多了 我有人 我一定要赵天宇知道 什么叫血债血环 大乔妻 你怎么回来那么快 你不是说上街去逛逛吗 我本来想多逛一会儿 可是我觉得身体不舒服 就先回来了 老吴 老吴 有信哪 有我的吗 没有 没有 为什么我写了那么多封信 他一封都没回给我呢 大小姐 你在等信哪 大小姐 下回信来了以后啊 我会很快拿给你的 好吗 谢谢你老吴 大少爷 大少奶奶 你们都回来了 来来来 拿着老吴 好好好 慢点 慢点 累死我了 知道 知道 天灵啊 我叫你呢 天灵 没事 你叫我干嘛呀 家里出事了 你们两个溜得像一阵风似的 现在没事 你们二位知道回来了 你瞧瞧 你瞧瞧你的好妹妹 我们刚回来 就给我们脸色看 好像我们欠了她八百吊似的 行了 行了 咱不跟她一般见识行了 她就那副德性 别动了太气 那不成心气我吗 我知道 我知道 老婆 咱不跟她生气啊 老吴啊 大少爷 来来来来 小心点啊 小心点 老吴 找些人帮忙搬搬东西啊 大少奶奶 买了很多好东西回来 分给大伙 知道吧 好好好 对了 咱们家行李 一会儿晚点 会有人送过来 你也找人帮忙 拿到屋子里去啊 是 大少爷 阿畅 阿畅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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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阿畅 把大少奶奶的东西 搬到屋里去 好的好的 好好好 老吴 刚才那小伙子 我怎么觉得面生啊 什么人呢 大少奶奶 她是我的侄子 阿畅 阿畅的娘得了重病 此宫回乡了 我让她临时来帮帮忙 她很老实也很勤快 您就放心吧 那就好 你告诉她 当心我的东西 那可都是我的宝贝啊 是 大少奶奶 放心吧 睡不了的 来 慢点啊 好 小心点 你看看你们俩 还拿这个家当家吗 要走之前 也不事先征求我的同意 我是憋得 今天你们回来了 我才说你们 爹 我走的时候 我们 不是向您报备过 以后我们才走的吗 那叫报备吗 你只是跟我说一声 东西都搬上车了 我能不让你们走吗 好 好了好了 老爷 孩子回来应该高兴才对呀 春兰秋菊 在 在 帮着大少爷大少奶奶 把东西搬到屋里去 跟王妈说一下 弄点点心给他们吃 是 爹 我们走了 好 老爷 孩子回来了 就不要再对他们板着脸了 慧莲啊 跟王妈说一声 晚上多准备点酒菜 大家好好热闹热闹 放那儿 大少爷 大少奶奶 没什么事我们先出去了 出去吧 嗯 快回来 不过去 去 ¿ 五 kol lam 麻烦 好 喜气 都知道 唯at semi 让人跟我来报消息 不清不楚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 还做了天御露 是啊 我会请大少奶奶 赶紧回来 就是因为情况变化不少 你要再这样不回来啊 恐怕您在赵家的地位就 想不到 我回娘家没多久 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 请 好了 今天这顿呢 是特别为天语和庆辉准备的 最近茶园和茶庄特别的忙 你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 安安稳稳坐下来吃顿饭了 记住啊 生意重要 身子更重要 是的 爹 是 老爷 来吧 冻筷子了 来 谢谢你啊 来 天语 吃这个 雨晴 吃这个 老婆 你老听着天语他们一下子看什么啊 老婆 我知道了 你啊 羡慕他们其乐如荣是吧 别羡慕了 来 等咱们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啊 比他们还其乐如荣呢 来来来 吃 吃 对了 我跟你娘啊 最近喝了你们新研制的天鱼露 味道相当不错 想喝这个茶的人呢 那泡起来也很方便 我相信这个茶 能够卖得很好 我和二哥 正在商量着 如何把天鱼露 给推销出去 务必一推出 便引人注目 我在报社那边 有个朋友是当记者的 我想好了 让他多写几篇文章 好好地宣传一下我们的天鱼露 等宣传够了 再到我们茶庄去试卖 如果试卖效果好的话 就在整个江南市场 全面地推销出去 爹 你放心 我跟庆辉啊 对我们的天鱼露 非常有信心 你们对天鱼露有信心 我对你们两个有信心 来来来 大家都举杯 预祝天鱼露推出成功 天鱼 你看二爹跟庆辉 两个人都研制出 什么天鱼露 你就不能为我也研究 一个什么天鱼露啊 老婆 只要你为我生个大胖小子 我保证让庆辉如法炮制 也给咱们弄一个什么 天鱼露什么的 庆辉 你说对不对啊 对对对 等这段时间忙完了 我们天鱼露上市 要是卖得好的话 我就研制一个新茶露 送给大哥大嫂 那庆辉 我就先谢谢你喽 不 天鱼露 天鱼露 你怎么了 爹 我有点不舒服 我先回房了 你们慢用 我最近脸色怎么那么差 还一直老返胃 我不会失 进来 天鱼露 你都没有吃饭 我煮了一碗红枣粥 来 趁热喝吧 你涂喝一杯 你才在里面 我吃喝酒 你吃的是 你吃的 你吃的 我是爱的 小热的 空气 你吃的 这是要一个 零食 你不来找我 我可以去找你啊 我一定要到上海去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爹 娘 我要到上海去看个朋友 我明天就走 天灵啊 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啊 还是过一阵子再去吧 不行 我不能再等了 我是说 我上海的朋友 真的有急事 要我过去帮忙 我得马上走 哪个朋友啊 什么事那么急啊 爹 你别问那么多行不行啊 我又不是小孩了 难道我去哪儿 还非得跟你说吗 我来跟你们说 是因为我尊重你们 其实 我也可以不跟你们讲的 嗯 这就是你的态度 我不过问了一两句 你就不高兴不耐烦了 好了好了 老爷 别生气了 天灵 快跟你爹道个歉 就说不去了 不 我一定要去 你 你看看 你受的什么教育 洋人就是这样教你 对待自己的父母亲啊 我告诉你 不准去 我告诉你 你要是太闲啊 与其有空闲 大老远跑去帮助别人 倒不如到自己家里的茶庄茶园 去帮你大哥和庆辉去 娘 娘 娘 来 好好慰务 你那边怎么样啊 差不多了 二哥 我发现你真有慧根哪 我从小就在茶园里面混 好不容易才偷点诗 像师傅学了一丁点手艺 可你倒好 到茶园做诗不久 竟然动作比我还熟练 没办法 在我爹这个严实的教导之下 能不出我这个高徒吗 自从我爹要我来接手 茶园的工作之后 刚开始我还做得 有点心不甘情不愿 不过我现在已经顺手了 特别是烘茶 自古有一句话 茶为君 火为成 茶透过陪火之后 滋味更是不一样 陪火可以令陈茶回春 也可以令茶味尽湿 就要看每一个陪茶人的功力高低了 所以陪茶的功夫 对每一间茶庄来说 都是一门秘技 这是不外传的 这也是我们宣河茶庄 为什么在江南茶叶市场 屹立不倒的原因